過去依托米紙只能用藥室法來列管 直到今年的八月修法 才被列為三級毒品 最終可以判處十年 因此有人就研判 可能在修法的空窗期販毒的嫌犯 大量進口依托米紙的囤貨來慢慢販售 才讓這案件的數量是越來越多 為了因應新型毒品 這新北市的警局也購入新型的試劑 可以在三十秒之內 測出煙油是否含有依托米紙 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長 劉宗欣上個月底上前盤查駕駛 結果就遭到拖刑 最後送醫不治 時間再往前 今年七月十三號 新北市三重後得派出所的員警 黃偉鎮竟然在警車內遭轎車衝撞 最後兩岸前犯都被查扣 有俗稱喪失煙淡的依托米紙毒品 三個月內兩名員警因此丧命 而根據統計 光是新北市今年一到九月 就查獲了183件 共219人的依托米紙毒品案 而這個新興毒品近幾年才盛行 從國外鴻回臺灣 對於販賣者一開始 只能用鑰匙法列管 頂多只有財罰 適用者則是無法管制 因此在這同時警方就在網路上 看到這個 許多人大喇喇的公開販售神奇煙彈 直到今年九月修法 依托米紙正式列為三級毒品 最終判處十年 懷疑可能在這修法的空窗期 讓這些販毒的嫌犯大肆進貨 才導致了現在 依托米紙案件越來越多 而為了因應這類新型的毒品 警方的工具也必須更新 工具警方在初步檢測毒品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第一時間 就測出裡頭含有依托米紙的成分 但是新美市警局呢 在今年九月底購入了這一款新型的試劑 可以在三十秒後就會有結果 假裝測試試劑就是像這樣 把含有依托米紙的煙油 放入試劑盒中 按照步驟 最後反應區會有顏色分層 陰性上層是黃色透明 陽性則是上層呈現黃色混濁 這樣的試劑也讓第一線遠景 可以在盤查時更準確檢驗 不漏掉每個個案 最後先王家慶 是不是報導